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AAI狂潮使得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亚马逊 桥梁建造者 人工智能中公司合作的问题 称飓风为六级风暴可能会导致致命的混乱 更便宜更安全 中国团队的钙电池为锂电池提供了替代方案 请大家收看 AAI狂潮使得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亚马逊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英伟达在市值上短暂超过了亚马逊 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英伟达的市值达到了1.82万亿美元 仅略低于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1.87万亿美元 英伟达市值的飙升是由于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增加 投资者迫切期待英伟达2月21日公布的季度业绩 这将揭示该公司在一年强劲的人工智能需求后的表现 英伟达的股价今年迄今已上涨47% 成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桥梁建造者 外交政策 美国国防部的技术加速器 国防创新部门DIU在帮助美国将新兴技术 应用于其军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DIU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 靠近谷歌 特斯拉和苹果等硅谷巨头 该机构最近任命的倒戈 贝克 Dogbag在加入DIU之前在苹果工作了13年 该组织正在努力弥合商业技术部门和军方之间的差距 并减少技术进入战场所需的时间 DIU已经在开展各种项目 包括为海军采购新的无人水下航行器 以及为印太司令部创建一个名为Stormbreaker的人工智能规划工具包 人工智能中公司合作的问题 外交政策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K的一份报告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整合 威胁到技术竞争力并限制了创新 该报告强调 市场集中度和人工智能开发资源的获取 是导致人工智能缺乏公共意识创新的因素 他还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缺乏多样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工智能类型的局限性 针对这些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提议建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Nair 为科技公司控制之外的研发提供资源 然而 Nair项目面临着巩固其声称要争夺的利益的风险 大型科技公司将从其举措中受益 该报告还对人工智能缺乏公平竞争环境表示担忧 行业投资远远超过公共投资 拜登政府一直试图解决大型科技公司集中的经济力量问题 但像Nair这样的举措可能会破坏这些努力 此外 对人工智能的公共投资可能导致利益冲突 不一定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该报告呼吁更好的评估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好处 并更清楚地阐明公共投资将如何使整个社会受益 称飓风为六级风暴可能会导致致命的混乱 彭博社 科学家建议引入第六级飓风分类 以更好的反应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风暴强度增加 目前 用于描述飓风强度的萨菲尔·辛普森 飓风风力等级只有五级 然而 研究人员认为 全球变暖增加了风暴增强的能量 并且风速超过192英里 小时的风暴应该被归类为第六级 研究人员发现 在1980年至2021年期间 有五次风暴将达到假设的第六级水平 其中全部发生在该时期的最后九年 更便宜 更安全 中国团队的钙电池 为锂电池提供了替代方案 南华早报 复旦大学的中国科学家们 开发出了一种可充电的基于钙的电池 可能成为锂电池的更便宜 和更可持续的替代品 研究人员成功将钙氧电池融入纤维中 创造出一种能够为智能手机供电的 柔性仿制电池 这种电池有一种比里更丰富2500倍的金属制程 在室温下能够稳定冲放电700次 尽管电池的性能和容量仍然有限 但团队相信进一步的工程改进 可以提高其性能 DNA测试捕获了入侵油损巢穴的一对人 BBC 一名父亲和他的儿子因在苏格兰袭击有损巢穴 而被禁止养殖猛穴 48岁的蒂莫西 霍尔和他22岁的儿子刘易斯 被发现将这些用于中东赛哥的鸟 卖给富有的客户 在他们位于伯里克郡的家中 发现的雏鸟和蛋经过DNA测试 确认是野生的 而不是在圈养中繁殖的 霍尔一家被判作无偿劳动 并在未来五年内禁止与猛穴有任何关联 总共有22只雏鸟和蛋 被从受保护的巢穴中带走 并以数千英镑的价格出售 特朗普曾梦想打造一款华为杀手 而拜登正试图释放它 华盛顿邮报 美国政府正在推动其盟友 采用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OpenRAN 来挑战华为在电信行业的主导地位 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 允许使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混搭部件 而华为和其他大型企业 往往使用专有的一体化系统 美国官员担心华为的主导地位 给中国情报机构带来了优势 随着技术变得更加市场成熟 拜登政府加大了推广 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的努力 国会已经拨款5亿美元给国务院 用于在5年内开发和采用 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 而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则有15亿美元的基金 用于在10年内 投资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络技术 比昂斯发布了新歌 德州扑克和16届车厢 新音乐Act2将于3月份发布 加拿大环球邮报 比昂斯发布了两首新的乡村音乐曲目 分别为德州扑克和16届车厢 这些歌曲在超级晚期间的 Vorizon商业广告中被预告 并随后在Tidal YouTube和Spotify上发布 德州扑克是一首快节奏的乡村 和西部风格的歌曲 而16届车厢则是一首充满灵魂的漫然曲 这些曲目都展现了 Beyonce独特的嗓音 后者可能是与Raphaels Dick合作的作品 这次发布是在一个虚构的 Vorizon商业广告之后 其中Beyonce尝试了各种策略 来打破互联网 惠普声称 在伦敦的一起诉讼中 因Atonomy交易而遭受了40亿美元的损失 加拿大环球邮报 惠普HP声称 由Atonomy联合创始人迈克 林奇策划的一场精心策划的欺诈行为 导致其损失超过40亿美元 惠普正在对林奇和Atonomy的前首席财务官苏绍文 提起诉讼以追回损失 惠普在2011年 以111亿美元收购了Atonomy 但在一年内将其价值减计了88亿美元 惠普的律师认为 欺诈行为导致的损失 使公司有权获得约40亿美元的赔偿 林奇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他将于下个月在美国面临刑事指控 亚利桑那州对水很聪明 他应该保持这种状态 彭博社 在过去的40年里 亚利桑那州的人口翻了一番 但用水量却减少了 这是因为 该州在1980年通过了地下水管理法 该法案要求新的住房开发项目 证明他们能够获得100年的清洁水 然而 去年 州长凯蒂霍布斯 KT Hobbs 停止了凤凰城郊区的一些开发项目 称他们不符合100年的供水要求 房屋建筑商现在威胁 要完全取消这一要求 两位专家预测 人工智能将改变企业对自己的理解 经济学人 人工智能可以用来衡量企业文化 根据研究和人工智能公司CultureX的Dong和Charlie Saul的说法 两人声称 大多数用于确定企业文化的调查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的进步 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LLM 意味着领导者现在可以使用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员工 用自己的话来深入了解企业文化 South说 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多和更精细的测量 使高管能够评估进展并诊断有毒的亚文化 阿布扎比人工智能公司G4-2将削减在中国的存在 转向美国 彭博社 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人工智能公司G4-2计划减少在中国的业务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彭晓表示 此举是在美国对该公司与北京的关系表示越来越担忧之际 G4-2否认与中国公司有关的指控 并表示与美国合作伙伴完全一致 该公司一直是阿联酋推动人工智能的重要参与者 并与Cerebrus Systems和OpenAI等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越南为吸引外国公司提供芯片激励措施 日经亚洲 越南为帮助发展半导体行业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其他激励措施 以在中美芯片战争中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越南的芯片国家计划将通过科学基金和与私营公司的联合国家研究 提供行业补助 从英伟达到三星 各公司都希望在越南扩大其芯片业务 越南将从美国的CHIPS和科学法案中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并已经承办了英特尔全球最大的测试和组装工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 俄罗斯的战争经济面临艰难时期 加拿大环球邮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 由于人口外流和技术短缺 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高额的军事开支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IMF总裁克里斯塔利纳 乔尔基耶瓦指出 这种增长依赖于国家资助的武器生产 并不能转化为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乔尔基耶瓦还指出 由于制裁导致的人口外流和技术减少 将进一步影响俄罗斯经济 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2年收缩1.2%之后 在2023年增长了3.6% Facebook和Instagram 有没有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的措施 在田纳西州需要了解什么 雅虎 Meta宣布将在Facebook Instagram和Threads上标注AI生成的图片 以促进透明度 这些标签将应用于这些应用程序支持的所有语言 在未来几个月内 当行业标准指标检测到用户发布的图片是由AI生成时 Meta将开始标注这些图片 Meta还正在与其他公司合作 为其自己工具创建的图片添加源数据 Meta发言人凯特 罗斯表示 这一举措对于帮助用户了解他们所看到的内容类型非常重要 当用户发布具有逼真视频或真实音频的有机内容时 Meta还将要求用户使用披露和标注工具 未能这样做可能会受到处罚 该公司计划通过明年了解人们如何创建和分享AI内容 以及人们认为最有价值的透明度 以制定最佳实践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让我们谈谈英伟达 由于人工智能的热潮 英伟达的市值超过了亚马逊 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成就 投资者对英伟达的兴趣不断增加 并且他们迫切期待着英伟达即将公布的季度业绩 英伟达的股价已经上涨了47% 是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美国国防部的技术加速器 国防创新部门DIU 这个部门在帮助美国将新兴技术应用于军队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他们正在努力缩小商业技术部门和军方之间的差距 并减少技术进入战场所需的时间 DIU已经在开展各种项目 包括为海军采购新的无人水下航行器 以及为印太司令部创建一个名为 Storm Breaker的人工智能规划工具包 还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K的一份报告 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整合 威胁到技术竞争力并限制了创新 该报告还指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缺乏多样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工智能类型的局限性 对于这些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议建立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 为科技公司控制之外的研发提供资源 然而 这一举措可能会破坏解决大型科技公司 集中的经济力量问题的努力 此外 对人工智能的公共投资可能导致利益冲突 不一定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该报告呼吁更好的评估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好处 并更清楚地阐明公共投资将如何使整个社会受益 另外 我们还谈到了一些有趣的科技和文化新闻 例如 科学家建议引入第六级飓风分类 以更好的反应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风暴强度增加 此外 中国科学家开发出了一种可充电的机遇盖的电池 可能成为锂电池的更便宜和更可持续的替代品 还有一则有关DNA测试的新闻 DNA测试捕获了入侵有损巢穴的一对人 最后 让我们谈一谈一些娱乐新闻 碧昂斯发布了两首新的乡村音乐曲目 德州扑克和16节车厢 这些曲目展现了碧昂斯独特的嗓音 并在Tidal、YouTube和Spotify上发布 此外 惠普声称在一起 诉讼中因Atonomy交易 而遭受了40亿美元的损失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的信息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